我們這個部分是來介紹 臨界點critical points它的觀念 那麼我們先定義什麼叫做臨界點呢 那麼假設的話呢 F的話在AB上面是一個可為分的函數 可為分我們就是說第一個它基本上它要連續 而且它的話呢它是平滑的 然後的話呢C是在AB open interval中間 假設能夠符合下面的條件的 我們就稱為C的那點叫做臨界點或者是臨界值 那什麼條件呢 第一個微分等於0 第二個微分沒有定義 這種這兩種情況我們都統稱C那一點叫做臨界點 critical points那麼要讓各位同學了解 那我們就來畫個圖讓同學了解比較容易 來我們把圖亮出來看 這是一個坐標軸來我們把它的F的圖形亮出來看一下 來我們看一下 以這個圖形而言的話呢我們有幾個臨界點呢 所謂臨界值呢那各位同學可以從這邊看得出來 這個地方它是一個微分等於0的又有水平切線的 這個點我可以肯定說它微分等於0 那麼這是其中一個 再過來呢這個 它也有水平切線 那麼這一個點就是所謂的C2 這個點的話呢也是我們的臨界點 這裡的話呢是一個尖點 各位同學你要知道尖點是什麼意思呢 尖點的話呢就是不可以微分的 微分沒有意義的這邊不能微分 那麼這個點我們對上去 這是C3 我們從這個圖上面來看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我們有三個臨界點 也就是所謂的三個 這個值的話呢我們稱為臨界值 我們這個圖的話呢 就能夠來解釋臨界點發生的狀況了 我們在這裡的話呢舉一個例題 讓各位同學看一下 什麼是臨界點 那怎麼算 那麼現在有一個函數的話呢 F of X 的話呢它是一個分式的函數 那麼我們要怎麼樣去找臨界點呢 那我們的話呢第一步就是說 它因為臨界點是跟微分有關係 所以我們就來微分 來我們來看一下啊 微分怎麼微呢 首先的話呢我們要對它微分 那各位同學的話呢 你們要複習一下 微分的話呢如果說是分式是怎麼微分呢 是底下先平方 然後的話呢我們是輪流微分 上面微分 下面造超 上面微分是2X 然後底下造超的是X-1 中間是一個減號 然後的話呢上面的話呢就造超了 輪到上面造超 底下微分 底下微分 X-1的微分是1 我們這邊的話呢是乘上1 我們就不要寫好了 我們繼續計算下去 好我們看看下面 這邊是X-1的平方 仍然是保持著 這邊是2X的2四方 這個部分是乘開來 減掉2X 再減掉後面的X的2次方 好我們現在看 X2次方的話呢 我們可以對消了 這邊沒有 這邊就少了一個2 於是我們這邊的話呢 經過整理一下 我們的話呢可以變什麼呢 下面是X-1的2次方 這邊是X平方 減掉2X 再過來的話呢 我們上面可以將X的話呢 提到前面去 X提出來 X-2 底下是X-1的2次方 好現在的話呢 我們就看這個算式了 這個算式 這是我們的話的導函數 也就是所謂的F'X 會讓它變0的數字是多少呢 X等於0 其中一個會讓它變0的 還有一個呢 X-2 等於0 那就是X等於2囉 還有沒有呢 還有 還有 分母為0的話呢 代表的是 為分是沒有意義 沒有定義的 它會讓它變成 無限大 或者是 我們所謂的 它是無意義的 所以第三個 我們也要納進去 於是我們找了三個值 這三個值的話呢 就是發生 臨界點的值 光是這樣計算 各位同學的話呢 可能不容易了解 我們就把 這個函數的圖形 來我們畫給各位同學看 來我們把圖形畫出來 這是一個 兩片 兩片 那各位同學的話呢 我們把它的那個 相對的點把它標出來 中間的這個地方的話呢 是 一個牽直的漸進線 牽直漸進線 這個地方的話呢 這個點 這邊是x坐標 那麼我們告訴各位同學 這個坐標的話呢 這邊是x等於1 在1的時候 會發生的是什麼呢 它的話呢 是無意義的 就是所謂的 會讓它分母為0 再過來的話呢 還有一個 是這裡 這個點的話呢 是有水平切線 那麼 這個地方的話呢 是x等於0 還有一個在這邊 這邊也有水平切線 各位同學的話呢 看到這邊 這邊的話呢 是x等於2 那我們注意到了什麼呢 這個地方啊 這是臨界值啊 它們的話呢 會造成的是什麼狀況呢 它是我們可能發生 相對極大或相對極小的 可疑的發生的位置 那麼對於我們的極大跟極小的話呢 我們的話呢 找臨界點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的話呢 是我們找臨界點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例子 至成為沒有 是 它的 含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